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三星Galaxy S系列作为高端旗舰系列 一直以其创新的设计和领先的技术 吸引着众多消费者的眼球 其最新的旗舰产品 三星Galaxy S24 Ultra 又一次定义了手机的新标准 其时尚的外观设计和多彩的配色 让这款手机在视觉上极具吸引力 科技感和美感完美结合 话不多说,快和Tiger一起来盘 在软件方面 三星Galaxy S24 Ultra运行最新的Android系统 用户得到了更优质的体验 此外,它还支持人脸识别 指纹识别等多种安全认证方式 确保了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 此次的三星Galaxy S24 Ultra 在屏幕方面采用了最新一代的Evon的动态屏 这块屏幕不仅有着优秀的亮度和色彩表现 更有1-120Hz的自适应动态刷新率 2K分辨率以及IP68防水防尘等级 使得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体验 硬件配置方面,三星Galaxy S24 Ultra配备了全新的骁龙8晋三处理器 大容量的运行内存和存储空间 以及高清像素的摄像头等 这些先进的硬件配置 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享受到了流畅和快捷的体验 在摄像系统方面 三星S24 Ultra还将带来更多的创新科技 据悉,S24 Ultra将配备更先进的相机系统 以满足用户对拍摄的高要求 预解S24 Ultra将采用后置的四摄像头模组 其中主摄依然搭载两依像素的ISOS HP2传感器 将升级3X长焦镜头 从1000万像素升级到5000万像素 能够拍摄出更加清晰丰富的照片和视频 使X长焦镜头也会有小幅优化 此外,S24 Ultra还将加入更多智能功能和实用工具 进一步提升用户的生活便利性和体验感 在续航能力和充电速度方面 三星Galaxy S24 Ultra搭载了5300mAh的大容量电池 和45W的有限快充 使得其在续航和充电速度方面都有着优秀的表现 三星Galaxy S24 Ultra还将有望配备钛金属中矿 用钛中矿并不一定会让手机更耐用 但是在强度只将低了一点点的前提下 钛的重量比刚要轻了45% 这也就意味着当它被用在手机上时 能够提供比铝合金高得多的机身强度和耐磨性 同时还要望控制住机身重量 与此同时 上一代的三星Galaxy S23 Ultra 现在也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选择 当前价格已经降至8,499元 而且是8GB加256GB版本 三星Galaxy S23 Ultra的外观设计简洁大气 商务感十足 它配备了S-Pine手写笔 可以轻松完成草图和备网络的绘制 在影像系统上 其两亿像素的主摄 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 和两枚1000万像素的长焦摄像头 都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拍摄选择 而且其三倍和十倍的光学变焦功能 使得拍摄更为灵活多变 性能方面 三星Galaxy S23 Ultra搭载了 第二代骁龙八旗舰移动平台 制程技术成熟 其5000mAh大容量电池和45W有限快充 也使得其在续航和充电速度上表现出众 三星Galaxy S24 Ultra 以其独特的设计 强大的性能和出色的影像系统 已经成功将自己定位为 市场上的一款高端旗舰手机 无论是视觉上的吸引力 还是在实际使用中的体验 都是目前市场上难以匹敌的 此次的三星Galaxy S24 Ultra再次展示了 三星在手机领域的领先地位 其出色的屏幕 强大的硬件配置 以及在摄像系统上的创新 都使得三星Galaxy S24 Ultra 成为了市场上的一款热门手机 同时 上一代的三星Galaxy S23 Ultra的价格降低 也让更多的消费者 有机会体验到三星旗舰手机的魅力 其出色的设计 强大的性能和丰富的功能 使得三星Galaxy S23 Ultra 仍然是市场上一款 非常值得购买的手机 总的来说 无论是全新的三星Galaxy S24 Ultra 还是价格更亲民的三星Galaxy S23 Ultra 都是目前市场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手机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发布 无疑将会引发市场的新一轮热潮 而三星Galaxy S23 Ultra的价格降低 也将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三星Galaxy S24 Ultra 这款新一代的安卓计划 无论是对于需要一款高性能手机的用户 还是对于喜欢单反相机的摄影爱好者 都是一款非常值得考虑的手机 那么你更偏向于哪一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